让男孩找到一份打扫酒店厕所的工作 他不但不嫌弃 还超级无敌喜欢 不但工作清风环境好 超准时发工资 最主要还可以经常打包酒店自助的小糕点 回家给超可爱的弟弟吃 比起他之前又脏又累工资又少的工作 这简直就是天堂极的 男孩照理每日开心一扫之时 在盥洗台上发现一个高档钱包 我这可是为了找到钱包主人才打开的哦 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哦 做好心理建设后 男孩打开钱包的一刹那就惊呆了 哇塞 超级厚的妈妈 男孩还没复读行动 一个金发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男孩心虚的连连后退 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误会 你一定要听我狡辩 你看他妈你我一张都没碰过 可是男人脸色阴沉 根本不听男孩解释 一个剑步主上前猛地抓住男孩的身外 还只不过是打扫个酒店特斯 就被一个疯批弟弟看上 一顿操作猛如虎 就让他丢了扫厕所这个天堂级工作 绝望之际 疯批弟弟又给男孩介绍了一个条件好的不像话的工作 包吃包住一个月五千美金 经不住诱惑的男孩带着超可爱的弟弟 拔山涉水翻山越岭 来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城堡的门口 就像古典电影里面一样 男孩有些忐忑地抱着兴奋的弟弟 丹尼尔那个男人会不会是骗人的 当看到管家那一脸不可思议的眼神时 男孩畏缩地想果然是被骗了嘛 下一秒就听管家说 既然是二少爷介绍了 那么请跟我来吧 什么二少爷吗 男孩惊掉了下巴 管家带着和城堡主人前女友长得一毛一样的男孩来到一个房门前 敲响房门想让主人看看这个男板前女友 可是屋内人好像心情不好 管家鞠躬关门后 男孩紧张地等待死刑的宣判 管家推了推眼镜 看在你是二少爷介绍过来的 我决定雇佣你了 男孩兴奋地道谢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我什么都会做的 结果下一秒男孩就惊呆了 因为他被送到了一个鸟不拉屎阴森恐怖的地方 管家告诉男孩以后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 看看房子除除杂草的特营 粮食和生活用品 明天有人送过来 看着管家那诡异阴森的笑容 男孩差点吓尿了 但是为了那超高的工资 为了给弟弟更好的生活 男孩壮着胆子打开了摇摇欲坠的房门 里面虽然脏 但是该有的都有 他高兴得喊醒睡的迷惑的弟弟 菲利普我们有家了 虽然是间破破烂烂的简陋小屋 但是我们有家了 重点是每个月还有五千美金工资 爸爸妈妈 你们都在看着吧 天了撸了 丹尼尔是天使吧 十天后的一个黄昏 男孩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臭品 因为脸太臭 媳妇另嫁他人 就连在自家庄园内起码都能迷路了 真是人品大爆发 自己都觉得是个耻辱之计 回头居然看见前媳妇了 再仔细一看人家是个小伙子 还是一个脏兮兮的小伙子 你是谁 我怎么不知道家里还有你这么一个小子 男孩羞大大的介绍 我叫约翰 是丹尼尔先生介绍我来的 男人一脸厌恶的看着眼前脏兮兮的男孩 好像有点印象 这长得和前媳妇也太像了 丹尼尔那个家伙按了什么心 约翰完全get不到男人的内心活动 被骑着骑马的帅气男人迷住了 这是在拍戏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马 比我想象中要大好多呢 伸手就摸向马屁屁 男人还来不及做点什么 如主人一般暴躁的骏马 二话不说 后题飞起就是两卷子 直接把约翰踢飞十米开外 男人控制住 还要再过去踩鸡脚的暴躁马 不但不安慰受伤的约翰 还一脸冷漠的嫌弃 真是愚蠢 马要从头部开始抚摸 才会与人比亲近 约翰疼得哼哼唧唧 还得听男人说调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金主了 和金主正面对视的一瞬间 约翰惊呆了 长得也太帅了吧 简直就是童话里的飞马王子 看着男人那紧索的眉头 约翰以为是在担心他 忍着刺痛歪歪扭扭站起身 我没事的 男人一脸嫌弃的点点头 长得瘦了巴基还挺硬实的 约翰勉强挤出笑容 其实小可爱我都快要疼死了 您是迷路了吗 我可以用对讲机帮您联系人 谁知男人一个大眼刀丢过来 吓得约翰瑟瑟发抖 您怎么可能会迷路 您是在散步 打扰了 再见 约翰刚想顿走 就被男人如刀子的吼声震住了 你给我站住 倒又傲娇的男人 骑马踢伤了一个小可爱 不道歉不安慰 还一脸臭屁地指责对方 男孩本来是好心 看见男人骑马原地转圈圈 一看就是迷了路了 于是热心肠地上前帮忙 一个不小心还被撂卷子的马给踢飞了 身受重伤的他 勉强维持礼貌微笑 要为迷路的男人联系人 结果男人一连 我在自己家怎么会迷路的臭屁表情 男孩拾去地刚想离开 就被男人恶狠狠地喊住 男人牙齿磨得哥哥小 没想到会被那个脏兮兮的小子 看到我在自己家迷路的可笑又滑稽的样子 自尊心受创心理极其不舒服 于是他再次傲慢地开口 你有对角机是吗 确定能用 男孩一头黑线地点点头 这性格也是没谁了 感觉到莫大屈辱的男人暗暗发誓 以后定把这耻辱石被奉还 但此时只能让男孩带路 男孩一瘸一拐地将男人带到自己的小微房 热情地邀请男人进屋 男人瞬间瞳孔地震 这眼看着快要塌了的房子是人能住的吗 男孩看出男人的嫌弃满脸笑容的解释 这里看起来很破 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好 连风都不等吹进来哦 男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他眼里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无奈地将马拴在树上 嫌弃地捂住口鼻走进屋 一眼就看见床上躺了一个小孩 好家伙 那样一个年轻单纯的人 想不到已经当爸爸了 男孩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解释 不好意思应该先告诉您的 我弟弟正在睡觉 男人无语自己脑补过度了 又一脸傲娇表示 把小孩子弄行只会变得长茂 男孩礼貌地烧水给客人递上热茶 结果却遭到男人的嫌弃 我的天 用锅烧水还直接倒进纸杯子里 男孩看见连锅底还黑的男人问道 我是不是应该给您冲咖啡呢 男人再次震惊 就这条件哪里弄的咖啡 男孩比比花花半天 就是长得是棒状的 可以控制甜度的那种 男人实在get不到男孩说的是什么东西 也知道自己在别人家 表现出厌恶的样子很没礼貌 但是根本控制不住呀 大手一挥 这个和这个你拿去丢掉吧 雕公爵竟然看上一个邋遢男孩 一边嫌弃又一边惦记 看着简陋的小屋 更是满脸的厌恶和嫌弃 不争气的嘴还是忍不住关心 你的腿怎么一拳一拐 是哪里痛吗 难道是被马踢伤了 好像一直用的都是左手 如果痛的话 现在就去医院吧 男孩急忙连连摆手 不用的 我觉得还没有到医院的程度 其实小可怜是怕看病花钱 能忍就忍了 去医院还会想起 在那里受了两年苦 还是去世了的妈妈 可为了还债努力工作 却因事不去世的爸爸 虽然胳膊很痛 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再看看他冰了傲娇老板的脸色 也不像会是帮我付医药费的人 自己犯错自己承担呗 突然身后的傲娇 男人喊了一嗓子 你在干什么呢 不会打算重复利用那个杯子吧 把正在洗杯子的男孩吓了一跳 你又没有用过 而且给我送来的生活用品漏了杯子 下次来可是一周红 这两个纸杯是我最后剩下的 所以不能扔掉 此话一出当然又收获到了 男人满满的嫌弃和鄙视 你真的是太邋遢了 脏到我都不敢相信 男孩也不生气 少爷们哪里会懂得 我们这些人的生活 男人心里更不平静了 虽然长着和前媳妇十分相似的脸 却过着那么邋遢的生活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 再看看男孩那纯真的笑脸 感觉男人下一秒就要气炸 狠狠地将自己不争气的头 甩到一边不看男孩 男孩忍着胳膊的刺痛 打起对讲机到外面联系主宅的管家 赶紧送走这尊冰冷又傲慢的大神 赵傲娇老板公VS 可爱太阳庸人寿 好像真的是绝配哦 可是老板的嘴他不是嘴 是那伤人的小冰锥 但可是不管老板怎样挖苦嘲讽 小瘦瘦依旧保持甜美微笑 搞得老板都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人 小瘦瘦终于把这尊寒冰大神送走了 真是做什么都不容易 可是胳膊和腿好像更疼了 只要不是被踢断了就没事 男孩决定先去吃点药 再去修理那让冰块迷路的指示牌 另一边的车里 老板竟然对管家开口 你给那小子拿些纸杯过去吧 惊得管家以为自己幻听了 你是说约翰那小子吗 管家看到了什么 老板竟然点头了 这是什么情况 管家不敢怠慢 领着满脑袋问好 连夜去给男孩送几杯 这都什么年代 那小子竟然没有手机 对讲机也不接 我一定要狠狠地说他一顿才行 管家来到飞七七的门前 四周安定的吓人 却能隐隐听到小孩的哭泣声 吓得管家猛地破门而入 映入手电筒内是一张惨白的脸 和一个哭成泪人的小娃娃 男孩疼得浑身颤抖一边安抚 弟弟一边解释 我 那个 其实刚才那个我 我背马轻轻踢了一走 然后我的四肢好像全都稍微扭伤了 管家一脸震惊 背马踢了 刚刚在主人面前表情就不太对地 我还以为只是紧张了 男孩可怜兮兮一脸的抱歉 那个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开车送我去医院 因为这座宅底实在是太大了 而此时的罪魁祸首 那个傲娇老板 正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惦记着 那个他觉得又在意 又觉得碍眼的男孩 可敌国的傲娇公爵大人 竟然总惦记一个 很脏很邋遢的男孩 公爵也很苦恼 虽然男孩长得酷似前女友 但是看前女友早就没有感觉了 而这个男孩却总让我在意 却又让我碍眼 难道是因为男孩会察言观色 又会取悦我 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听见庸人们的窃窃私语 谁被抬走了 庸人们吓得瑟瑟发抖结结巴巴 是那个 那个打理小屋的人 状态非常不好 到了必须要去医院的程度 所以管家先生刚才呼叫了救护车 是他被抬走了 公爵闻言眉头紧锁 竟然主动给管家打电话询问伤势 随即吩咐人被车 他要去医院 当即震惊了一众庸人 这还是我们冷酷无情的公爵大人嘛 而公爵大人则安慰自己 是那家伙笑着说没事的样子太爱眼了 这简直就像是我肇事逃逸了 死活都说自己没事的家伙 我倒要看看 是以什么样的表情被送去医院的 我要去当面说教他一番 当躺在病床上的男孩 看见冰山公爵后 立刻浑身汗毛倒树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公爵大人一个眼刀丢过来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事的吗 男孩大笑 嘿嘿 一不小心就变这样了 然后眼神迅速闪躲避开那股寒意 那个 其实您不要特意过来的 我真的没事的 公爵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一直说没事 是企图要让我吃暗亏吗 吓得男孩忘记疼痛从床上弹起来 我不是我没有你愿望好人 护无情帅气又多金的公爵大人 竟然亲自送一个庸人去医院 并找来院长亲自为男孩诊治 该检查的不该检查的 全部通通检查了个遍 吓得男孩阴阴阴 这得花多少治疗费啊 我的工资啊 果然是轻易得到的钱 就得轻易失去 好想立刻从床上跳下来说我没事 可是公爵那杀气腾腾的眼神 吓得男孩一动也不敢动 检查完的男孩被推到一个 金碧辉煌的病房内 男孩顿时实话 即使做梦也没想象过啊 下一秒就清醒过来 猛地抓住医生的胳膊 那个 我没钱住这种地方 那个 只要给我随便缠上一点绷带就可以了 正当男孩不知所措之时 身后传来一句咬牙切齿的声音 有谁跟你说过要你付钱了吗 你的治疗费我来出 所以你就不要表现得这么卑微了 安静地待着吧 男孩有一点点震惊 老板人还怪好低赖 还没感动完就听见公爵大人又开口 戴希踢了你的这件事是你的错 是你吓到他 倒是你应该向我道歉才对 但你毕竟是我雇佣的人 所以不管你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员工 作为老板的我 都有责任和义务照顾 话虽如此 但是男孩还是感到不安 老板再有钱 也应该不会给所有员工 都安排这样的病房吧 院长亲自过来讲解病情 老板一直盯着看负担好大 应该很疼吧 怎么不立刻来医院 忍着可不是一件聪明的事 你的腿只是韧带拉伤 胳膊两处骨折 手腕韧带也拉伤 腿腰一两周能恢复好 胳膊必须要打四五周的石刀才行 你应该经历过挺多次休克吧 你也太能忍受这种疼痛了 公爵大人无语地看着手里照片 又看看那弱不禁风的小胜牌 好家伙 这是只做的吧 全身各处怎么那么容易折断受伤了 看上了一个异碎体质小庸人 被马一卷子踢得多处不远 口闲体正直的霸总 把小可爱安排进豪华病房 小可爱亚历山大 好多钱再飞 那个我可不可以不住院 我回家休息了 拆石膏的时候才来就可以 院长表示倒也不是不可以 你这是有什么急事要做吗 霸总霸道发言 他没事要做 痊愈之前不准出院 小庸人目瞪狗呆 老板主人太夸张 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真的不需要住院的 霸总一个眼刀丢过来 不住院你想干什么 回你那脏乱差的小房子吗 你傻笑着说自己没事 却把我变成一个肇事逃一犯人 现在又打算把我变成一个 把半残的患者丢回垃圾场一样 房子里的无耻之徒吗 小庸人吉利酒店 我不是我没有 没有的话就好好被我待在这里 弱小无助 小庸人觉得这不像病房像豪华酒店 真的住不踏实啊 霸总气得脑人疼 我这是逼着你做坏事了嘛 我拜托你了 不要再说那种窝囊话了 小庸人瑟瑟发抖 对不起 求求了让我去住普通病房吧 霸总看着那不知所措的小庸人 不管住哪里 对他而言都是一笔小钱 就不能说声谢谢然后接受吗 为什么要那么忐忑不安 悬缩在床上的模样 真是没眼看没眼看 只能用墙的了 竟然直接让大管家守在病房 看着小庸人到痊愈 这一波操作 瞬间惊呆了大管家和小庸人 我在哪儿我是谁 光住着豪华病房已经亚历山大了 再加上个古板的大管家 小庸人觉得自己马上要嘎了 可怜巴巴的哀求霸总 求求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霸总就跟没看见一样 扭头开门摔门 一气呵成离开干大现场 小庸人瞬间觉得自己后脑勺炙热刺痛 有种被鬼怪盯上的感觉 扭头就看见管家那诡异的脸 未来一段时间多多关照 小庸人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迷了呀 被一个小庸人迷得神魂颠倒 梦里梦外全是小庸人 那脏兮兮的迷人笑脸 正苦恼之际 又接到大管家的认罪电话 那个小庸人竟然求得院长同意 马上要出院休养 霸总气得恼人疼 这做人的小庸人 可是把病人送回小微房 有失霸总风度 也只能让管家把人带回宅底休养 霸总安慰自己 这绝对不是特殊优待 只是自己的马伤了人 把宅底里多出来的一个房间 给他住人 可是自己为何如此烦心在意 这一点也不像自己 于是小庸人下车回家的那一刻 霸总坐着他的私人飞机逃跑 等霸总周游归来 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四处寻找的什么 连大管家都愚惑地询问 主人您在找什么 霸总眉头紧索 我都回来了 却连人影都见不到 所有的庸人都列队 欢迎主人的归来 唯独不见那脏兮兮的小庸人 管家向他汇报 近段时间家里的大事小情 依旧没有那对邋遢兄弟的消息 眼神四处寻找不到人的霸总心想 那个小生管又不能干窝 果然还得找管家问问才行 霸总正想地入神 裤脚突然被人抓住 吓了一跳的霸总 条件反射得一脚将人踢开 转身就看见一个奶乎乎的小团子 竟然一脸兴奋地喊他妈妈 公爵大人竟然被一个奶团子 追着喊妈妈 公爵大人被喊得一脸猫 还没来得及发火 那个天天在梦里聊他的小庸人出现了 小庸人一脸惊恐地过去 抱住小奶团子 抬头看见那个高高在上的公爵大人 他终于回来了 这个人虽然傲娇脾气差 但是却也给我很高的工资 给我付住院费 还可以把弟弟带在身边照顾 想着等他回来一定要去说声谢谢 偏偏在所有人都出去迎接他的时候 弟弟不见了 到处找弟弟错过了迎接主人的时间 可是万万没想到小孩子 只是抓了他一下而已 竟然用脚踢开 小庸人满脸担忧地安抚小奶团子 要不要紧他 有没有哪里痛 此时的公爵大人满脸写着我不高兴 孩子都说没事了 还在那乍乍乎乎的 自己被马踢了不也一直说没事吗 真是叫人生气 那脏兮兮的拉里拉他的家伙 天天在我梦里出现 甚至还是一边流着汗的 没有一点气质的那张脸 我的公爵大人啊 我都看不下去了 小庸人在你眼里都变成小天线了 还在那狡辩呢 小奶团子高兴地跟哥哥说 妈妈 公爵大人就听见那个小庸人跟弟弟说 那不是妈妈 那是个非常可怕的叔叔 你可不能靠近他 公爵大人心说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这小庸人真是胆大包天啊 小庸人慌忙解释 我不是我没有 说的那些话真的不是在内涵老板里 我只是吓唬弟弟不想让他再烦你 公爵大人居高临下看着兄弟俩 怕什么 我有时候要责怪你妈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被一个小庸人迷住了 每天晚上在梦里和小庸人一起玩过山车 而白天他的脑子就管不住他的腿 在皇宫一样大的宅院也能偶遇小庸人 脏兮兮的小庸人就有点意外了 您来这种地方是有什么事吗 爸总傲娇地表示 我在自己家散步有什么问题 小庸人才不信你的鬼话 那您继续散步我要工作了 小庸人对自己的无视又惹恼了爸总 一番关心的话又变成了冷嘲热乎 看着小庸人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爸总觉得自己这是在干嘛 所作所为 就像一些欺负自己喜欢女孩子的小屁孩 自己是怎么被这个既不帅气 又脏兮兮的小庸人起了不一样的心思 这身衣服是真让人看不下去了 又脏又迫是怎么回事 小庸人不好意思地说 这身衣服是上次被马踢手穿的 我忘记缝补一下了 傲娇爸总直接要带小庸人去买新衣服 借口就是穿着破衣服在我家晃呀 我看着不顺眼 小庸人虽然受宠若惊 但还是拒绝 然后就那么一瘸一拐地走掉了 把爸总一个人丢在原地 回去为可爱的团子弟弟吃晚饭的小庸人 突然就被一群女佣围住了 他们兴奋地询问他和主人聊了什么 是主人主动过来找你的吗 小庸人被这阵仗吓了一跳 当然不是他来找我 只是散步偶遇而已 他嫌弃我脏兮兮 让我不要穿破一烂衫 还说要带我买衣服 女佣们顿时炸开了锅 果然是因为那个啊 毕竟长得一模一样 小庸人一脑袋地问号 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看上了自家小庸人 天天在梦中和小庸人一起打年糕 白天又想方设法玩偶遇 这让家里的女佣们 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心 围着小庸人问东问西小声嘀咕 搞得小庸人不知所措瑟瑟发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因为穿的衣服破烂点 就被主人讨厌了吗 一个小女佣刚说一句 你们完全就是撞脸啊 下一秒就被管家呵斥住 说什么闲话呢 赶紧干活去 吓得女佣们一哄而散 管家看着眼前的男孩 确实长得跟主人前女友 玛丽亚小姐很像 已经刻意安排到 离主人最远的地方了 竟然还能和主人偶遇 真是不简单啊 当然是霸总不简单了 这不人家小庸人 高高兴兴地在浇花 霸总不知又从哪里突然冒出来 把小庸人的活儿 差点下飞了 手里一滑 浇花地水淋了自己一身 可怜的小庸人变成一个落汤鸡 霸总看着那纤细的背影 逐渐和梦中的重合 真是磨人的小妖精 当梦境变成现实 霸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一把抓住小庸人的鼠臂 真是受不了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最后放手给管家打电话被车 小庸人这一天天跟坐过山车似的 惊喜吃鸡啊 我难道又做错了什么吗 您受不了什么呀 霸总当然是啥也不肯承认 直接把人塞进豪车里面 看着局促不安的小庸人 主动拿出一条毯子给小庸人披上 不要这么战战兢兢的 盖好毯子就行 小庸人快要吓死了 主人这是要带我去哪 好紧张好害怕 我不会被卖掉吧 看上自家小庸人 晚上梦里香会打年糕 白天偶遇聊家常 还强行把人塞进豪车 直奔高奢品牌店 命人为小庸人量身定做衣服 服务员的热情 让小庸人不知所措 摸不着头脑地询问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 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我真的很感谢老板丁的心意 但是这里不是我这种人能来的地方 霸总直接无视小庸人的话 还让小庸人从能闪下 他双眼的一堆衣服里面选喜欢的 没有喜欢的就再换一批 小庸人彻底抓狂 为什么这样对我 霸总表示 你那乞丐一样的衣服 我再也忍受不了 小庸人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问题 可是女佣们的议论 好像我真的有问题 既然主人如此厌恶我的衣着 那就选一件吧 当看到价钱后 小庸人彻底麻了 一条裤子竟然比他一个月工资还要高 惊吓过度的小庸人恳求霸总 可不可以直接给我钱 我自己去别的地方买 霸总文言直接炸毛 怒气冲冲走到小庸人面前 当小庸人以为自己肯定要挨揍之时 就看到霸总提高音量大手一指 这件和这件还有那一件 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我换上 小庸人还想争取一下 我自己可以去市场买的 就听见霸总犹如实际地震一般的怒吓 吓得小庸人一溜烟跑进市衣间 霸总气得恼人疼 却听见身后服务员的偷笑声 为什么笑 抱歉阁下 第一次见到你这样发火 还有您的恋人也好可爱 霸总刚想解释点什么 突然市衣间里探出来一个脑袋 能不能过来帮帮我 我的手不太方便 霸总竟然亲自伺候小庸人更衣 直接把小庸人修成了红屏骨 霸总则是对第一次看到 如此普通的小妹妹感到兴起 第一次伺候人穿裤子的霸总 显然有些生疏 第一次被人伺候的小庸人显然要迷糊 左脚扳右脚直接摔在霸总身上 霸总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着廉价的肥皂香 小庸人吓得飞速弹开连连道歉 霸总也不生气继续为小庸人积扣子 近在咫尺的一张脸看得霸总心跳枷锁 小庸人突然抬头又要开口 霸总竟然很期待小庸人能像梦里一样主动 结果是老板这里衣服太贵了 可不可以直接给我钱 我自己去买些便宜的衣服 霸总真的是气麻了 扭头就走丢下一句 剩下的衣服你自己穿完出来 自己真的是疯了 居然会期待他会像在梦里一样过来揪迷我 自己真的危险了 小庸人听着自己如雷鼓般的心跳 也觉察到了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主人长得是真的很帅 疯了吧疯了吧 想什么呢 虽然但是他真的好帅 看我的眼神也有些不一样 还买这么贵的衣服 亲自给我穿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以为是电影明星嘛 离得近了又不敢看 主人的嘴唇真的好性感 果然是我疯了吗 小庸人对主人妄想什么呢 好想咬一口呀 真的是疯了 主人怎么会想和我这种人救命啊 小庸人内心正做着激烈的斗争 门被暴力砸响 霸总那愤怒的声音传了进来 我是不是该给你把更衣室一气买下来 我看上一个小庸人 晚上梦中带人打年糕 白天抢货带人去扫货 主打一个字买买买 全部打包送回家 直到把小庸人累趴下为止 晚上刚进入梦乡的霸总 就看见那个小庸人 在玫瑰庄园的一个角落里 阴阴阴阴 主人我好冷 主人能给我点温暖吗 霸总大放的把自己的衣服 给小庸人穿上 刚要离开就被小庸人 抓住手臂阴阴阴的求报报 面对如此热情主动的小庸人 霸总也不管是不是梦了 哦默哦默 真是没眼看啊没眼看 这边霸总在床上辗转反侧坐着美梦 那边小庸人哼唧唧坐着噩梦喊着 主人不要啊 太贵了真的不要再买了啊 一个女佣突然破门而入 这都是些什么啊 这么多东西你从哪里帮回来的 连走廊里都堆成衫了 小庸人急忙解释 不是我帮回来的 都是主人昨天买给我的 女佣们真是羡慕嫉妒恨啊 全都是世界名牌啊 约翰你这是在和主人交往吗 小庸人受到一万点惊吓 我不说我没有 主人是嫌疚太邋遢 他买给我的 我得去找主人谈一谈 刚卖出房门的小庸人 就被外面堆成衫的衣服 彻底打败了 苍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 主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突然一个阴森森的声音 在耳畔出现 约翰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是主人给你买的吗 小庸人像急了一个 被双打来的茄子 小声说了句似的 管家已经惊讶到 不惊讶的地步了 就算小庸人长得 酷似主人前女友 但是主人也没有 多在乎前女友 更别说亲自 带着出去买衣服 没头脑的买这么多 还是人生第一次 主人他绝对不对劲 对自家小庸人 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睁眼闭眼梦里梦外 全是小庸人 亲自伺候小庸人更衣 给小庸人买了 对承衫的新衣服 亚历山大的小庸人 想去退伙 却被管家严厉批评 主人给你买的东西 你要好好保管 可是这么多衣服 一天一件一年也穿不完 又不能退掉卖掉 等等 我好像想到更好的办法了 等爸总在外面交集完回家 就发现家里变得 有些不一样了 门童女佣男佣都换了新衣服 难道是管家觉得 夏天想让大家穿得舒服一点吗 当看见花匠身上 那熟悉的衣服后 再也忍不住指着衣服问道 你这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我很感兴趣 能告诉我吗 原来胆大包天的小庸人 把衣服以50美元一件的价格 卖给宅底里的人 开始以为卖出去一两件就不错了 结果根本停不下来 看着手里的巨款 小庸人觉得非常不安 不能再卖了 要出事的 爸总的鼻子差点气歪了 一万买的卖50 真是人才中的人才啊 一会儿见到他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顿 当他看到一向严谨的管家 竟然也买了一条裤子时 彻底抹了 大脑小脑一起抽腾 真是一个敢卖 一个敢买敢穿了 爸总好不容易 忍下要抱她的情绪 我想独自待会儿 明天之前任何人不要打扰我 再看下去 怕是有人得提前归系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的爸总 决定小气一会儿 刚闭上眼睛 就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 睁开眼 就看见那个 穿着女佣服的小佣人 正乖乖巧巧地 故意坐在他面前 主人 要一起喝一杯红酒吗 小佣人变身貌美小女佣 主动邀请爸总一起喝杯酒 爸总无比震惊 这家伙怎么又出现了 谁让你进来了 我说过今天要自己待着 我听说了啊 但是您并不是真的 想一个人待着啊 我都穿成这个样子了 还以为您会更温柔随和地 对待我呢 先陪我喝一杯吧 结果傲娇总秒上线 一杯酒全扑到小佣人身上 小佣人顿时阴阴阴 我的新衣服啊 全湿了 可是下一秒 小佣人就将整瓶的红酒 全部淋到自己身上 主人快来和我一起品尝一下 这美味的红酒吧 爸总觉得要么是自己精神失常 要么是小佣人精神不正常 就算是在梦里 这样也太过分了 又是一个噩梦 快点醒过来吧 哦默哦默 爸总他疯了 他真的疯了 哦默哦默 又是好几张没眼看啊没眼看 此后没过多久 贵族社交界八卦满天飞 公爵正在资助一位 长得很像前女友的青年 还把对方荡提升 用金钱要求对方交往 很多奢侈品店都提供了证词 这位黄金单身和身边的位女 不知有多少名媛贵女觊觎者 没想到竟被一个小佣人抢了先机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那个盛大华丽的赢下派对 希望能够得到美男公爵大人的青睐 公爵大人正忙的焦头烂额之际 管家却把派对的人力分配表递给公爵 本有些不满的他 当看到上面约翰的名字时 风雨交加夜 公爵大人他终于不再做梦了 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把梦中的感觉 公爵大人作为万千名媛贵公子挤破头 想要追到手的钻石单身汉 竟然天天惦记着一个邋遢的小佣人 就连重要的营下晚会 也要丢下满堂宾客 敲咪咪地去见那个小佣人 而此时被管家忽悠到荒山野里的小佣人 正一脸的郁闷 从早上准备到现在 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费尽心思准备的酒真是可惜了 突然一个漂亮的烟花在空中炸开 小佣人也顾不上那些没人喝的酒 沉醉在美丽的漫天烟花中 突然察觉不远处 传来嘻嘻嘻嘻嘻的声 放眼过去就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漫天烟花中走了过来 主人怎么会来这里呢 公爵大人看着眼前有些紧张的小佣人 果然和梦中的他不一样 梦里的他更可爱 更漂亮 更热情奔放一些 现在一副可怜寒酸的样子 小佣人被公爵大人直勾勾的眼神 看得浑身不自在 主人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公爵大人傲娇表示啥事没有 就是来看看这寒酸的小佣有人来吗 小佣人却被突然出现的漫天孔明灯 吸引了目光 公爵大人的目光 却是舍不得从小佣人身上移开 赏完美景后 小佣人刚想要为公爵大人调一杯酒 天空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跑进小佣衣服 已经湿漉漉贴在身上 公爵大人脱掉外套 湿衬山下的好身材暴露无遗 如此夜飞风高夜 又有家人相伴 事实后该谱写一段公爵大人 给他的再讨小佣人的佳话 谁说公爵大人只会做梦呢 今晚就给大家上演一段雨夜 强吻的大戏 口闲体正直的公爵大人 偷偷摸摸去看小佣人 明明是被人家可爱到 还一边傲娇嫌弃人家太寒酸 一边管不住腿 这下可好天空作美 天降大雨 想走也走不了了 而小佣人也被眼前的公爵大人 迷住了双眼 好几天不见的公爵大人又帅了 不能再看了再看要出事的 准备为主人调一杯酒 公爵大人却要求调两杯 哪有一个人喝酒的道德 小佣人表示自己还在工作中 不能喝酒的 公爵大人又生气了 主人让你陪喝一杯酒还要拒绝 赶紧把你那杯一起做 可是霸总突然这笑容是怎么回事 小佣人差点原地爆炸 主人笑起来更帅气了 在公爵大人迷死人的微笑下 小佣人终于调出人生第一杯酒 兴奋地递给公爵大人 甜甜的马提尼 原来是小孩子口味啊 果然是不行 竟然给霸气的主人 推荐甜甜的鸡尾酒 公爵大人一脸不情愿地接过酒 你的那一杯呢 快点调 不干杯要怎么喝 小佣人端着酒杯扭扭捏捏地走过来 公爵大手一捞 将人懒进怀里 终于有人能陪我一起喝酒了 也先干杯再喝呀 小佣人内心狂风暴雨 别人喝酒要钱 您喝酒这是要命的 今晚的主人和平时一点也不一样 又帅又温柔 还会对他笑 我是喝醉了吗 总感觉有些不一样 难道主人已经醉得不行了吗 公爵大人心情好到 觉得这小国屋子也有点温馨了 忽然被小佣人递过来的一杯 行酒鸡尾酒打破 公爵靠近小佣人 用低声好听的声音说道 你还能做什么 处女之吻这个名字 从羞答答的小佣人口中说出后 公爵大人确实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不听主人话的小佣人嘴巴 霸总的褚子就是干着玩玩 咬到你听话 揪咪到你听话 那啥啥到你听话为止 本来霸总和小佣人正举杯妖明月 气氛都烘托到位了 就差最后一哆嗦 结果可好 一阵狂风把外面的酒瓶吹倒 小佣人丢下霸总奔向雨中 霸总气得恼人疼 怎么喊小佣人就是不进来 小佣人阴阴阴 这么多完好的酒 我怎么会放任他们在这里自己进屋 真是不听话的小佣人 霸总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顶着狂风暴雨跑出来 亲自拉小佣人进屋 你要是感冒了怎么办 谁来填补你的空位 快点放下东西跟我进来 然后拖拉着小佣人就往屋里跑 柔弱的小佣人差点被瓶子绊抱 霸总急事拦腰将人护住 二人对视的瞬间 狂风暴雨中 依旧能听见对方那如雷骨般的心跳 此情此景还等什么 一吻结束后半天小佣人 才从迷糊中回过神来 急急忙忙赔罪道歉 还来不及再说点什么 小佣人的嘴巴再次被封印住了 任凭小佣人怎么挣扎也逃不掉 好不容易才抱住 不是梦境中的小佣人 霸总本舍得轻易撒手 平生第一次揪蜜的小佣人 差点因不能呼吸而嘎过去 小佣人感觉自己快要修死了 又感觉主人的技术也太赞了 一抬眼差点被霸总那杀气腾腾的眼神吓死 这是因为自己技术不好被气到了吗 霸总转身拉起 还想道歉的小佣人直奔小屋 气愤地将人甩到墙上 紧接着就是霸道的壁咚 然后就是 嘿嘿 而终于走出梦境 尝到现实的甜头 与中基本什么的肯定不够看 不听话就应该受到惩罚 小佣人阴阴 主人好可怕 吓得把头要埋进地板里了 任凭霸总怎么让抬头就是不抬 不听话的小佣人就该被吃掉 霸总真是一点也不口下留情啊 小佣人吓猛掉了 自己今晚怕是再劫难逃了 而霸总已经彻底被迷得晕头转向了 小佣人也被霸总吓傻了 放球棍啊这是 你是谁 你在刚才的酒里放了什么 我就是我啊 我什么也没放哦 霸总极度郁闷 这副脏兮兮傻乎乎的样子 我为什么总会梦见他 这家伙和玛利亚一点也不像 嘴唇不带脂粉香 却让人感觉更加甜美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气之下抡起棒球棍 把小佣人好一阵教训 还想教训第二遍的时候 发现小佣人已经晕掉了 第二天小佣人是被霸总亲自抱下山的 管家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这是什么千年难遇让人震惊的场面 主人竟然亲自把一个佣人抱回来了 宅邸内一阵兵荒马乱 主人如此模样 而霸总只是回头吩咐把家庭医生找来 就抱着他的小佣人回他的房间去了 看着床上伤痕累累哼哼唧唧的小佣人 霸总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 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想向一个病人抡起棒球棍 霸总只因为在降降娘娘的时候 小佣人喊了他的名字 就完全失去理智 小佣人精疲力竭昏迷不醒 次日霸总亲自抱着小佣人回房间 这一举动不仅仅震惊了全府上下 也把霸总自己给震惊住了 自己肯定是有啥大病 不然怎么会对受伤昏迷不醒的人 又起了不该有的想法 立刻让管家叫心理医生过来 立刻马上过来 我好像疯了 管家觉得公爵大人 肯定是被前女友深深伤害到了 以至于把怒气都撒在小佣人身上 公爵大人现在这副模样 根本不像以前那冷酷无情的主人 管家大叔劝你别挠不太多哦 一天后小佣人 还哼哼唧唧地睁开椅 这不是自己的房间 这是哪里 浑身酸疼地爬起来摸着胀痛的头 不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是谁啊 视力眼竟然说自己是公爵的主治医师 难道我是生病晕倒了吗 为什么找医生呢 瞬间记忆如潮涌来 小佣人扶着刺痛的腰 才真是感觉昨天发生的不是梦呀 主人既然那样对待他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只是和主人一起避个雨 然后一起喝点小酒而已啊 后来我们为什么就那啥啥了呢 我是喜欢主人嘛 虽然长得帅 但是性格太差了 那么是主人喜欢我吗 那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主人昨天的样子 好像是真的喜欢我 脑补愉快之际霸总突然出现 你个父亲汉 因为你我都去看心理医生了 你个小佣人竟然一脸没事的样子 难道到了早上就结束了吗 休想抛弃我 小佣人被霸总这眼神震慑住了 主人好可怕 自己所有的第一回都给他了 但是他怎么还那么冷淡的对我 原来自己真的啥都不是 心里好难过啊 而霸总断定自己不是黄毛小孩 昨晚就是一时冲动 绝不会重蹈覆辙 四一九什么的必须统统忘记 可是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痛苦 那个小佣人不在乎不是正好 不哭不闹不索要赔偿 也不说让自己负责之类的话 更没有要求降降娘娘后必须谈恋爱 霸总觉得自己真的是疯求了 都想些什么呢 而此时小佣人正跟医生说自己没事 霸总却直接吩咐医生看好那个家伙 必须让他好好休息 然后转身气愤的离开 那个小佣人连看都不看我意 真是一个负心汉 门差点被霸总摔碎了 小佣人好郁闷 主人这是讨厌我了吗 虽然我知道 但是真的太伤心了 去看待负心汉 结果人去闯空 气得霸总咬碎一口大白牙 这不听话的负心汉 拖着个伤痕累累的身体跑哪去了 必须快点找到他 霸总四处寻找 都没找到那个不听话的小佣人 结果在花园偶遇了 叫他妈妈的小肉团子 可是那个孩子在干嘛 霸总大喝一声 快住口 没找到小佣人去找到小儿子了 就是那个呐呼喊他妈妈的小团子 而此时的小佣人也在四处找弟弟 就是腰酸被腾腿发软 根本走不快 奥交霸总又不高兴了 都几点了怎么才吃饭 把孩子饿得随便捡个东西就往嘴里塞 小佣人急忙跟霸总道谢 谢谢您帮忙照顾孩子 我们走了 是霸总偏偏不让走 喊着要走的小哥俩 你们要去哪 小佣人满脑袋问号 带弟弟去餐厅吃饭呀 霸总又不高兴了 哼你这个负心汉 我都跟你掰扯半天了 也不问问我有没有吃饭 小佣人心里神会 那个 你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 话刚出口就后悔了 主人怎么可能会和我这样的人一起吃饭 谁能想到 傲娇主人竟然一口答应 这可要了员工餐厅厨师们的命 主人竟然来这里用餐 咱也没准备 咱也不会做啊 和霸总相对无言的小佣人都要顶张死了 只是随口寒暄一句 没想到真的来了 这莫名尴尬的气氛 真是要了命啊 陆续上桌的菜品 更是惊呆了小佣人 这都是些啥呀 就连各种奇怪的菜名都跟外星语似的 一个也听不明白 赶上皇帝享用的满汉全席了 霸总居然还说准备的有点简单 小佣人不知道该如何下口 心里也不想吃 昨晚和霸总运动过量 肚子还疼着呢 可是那个BT主人非逼着吃 不吃不行那种 结果就悲催了 绝大人的黑脸碍眼 小佣人只得忐忑接手 可是前一晚和霸总的极限挑战 导致他的肚子还难受得很 看见啥美食都觉得恶心 就被霸总逼着吃吃吃 人家肚子还难受着呢 在拿弟弟做了两次挡箭牌后 霸总终于爆发 不准为弟弟你自己快吃 把一盘鹅肝递给小佣人 看着霸总那直勾勾的眼神 小佣人强行往自己嘴里 塞了这不知名的食物 浅尝一口后惊喜地发现 味道真的好极了 可是在美味 现在肚子也处于霸工状态 面对霸总的冷脸催促 小佣人有苦难言 极限挑战的后遗症 让他难以启齿 昨晚那极致温柔的主人去哪了 也许真的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主人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比兴趣 但是这鹅肝还真挺好吃的 善良的小佣人还不忘分享给弟弟一块 再看一眼面前的主人 真是糟透了 总是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 令人心跳加速坐立不安 于是加快用餐速度 吃完赶快离开这里吧 心情实在是太糟糕了 下一年 一股难以控制的呕吐感 让他差点吐在饭桌上 结比霸总眼珠子 差点掉出来 大喊一声 约翰 你不能吐在这里 小佣人一句真的忍不住了 刚一出口 整个人就腾空而起 霸总一把将人抱起 骂骂咧咧朝着卫生间奔去 去到卫生间之前 你给我忍住了 不能吐出来 拜托你千万别做出那种 没品味的行为 这叫小佣人怎么忍得住的 小佣人竟然对霸总大喊大叫 说自己后悔 和霸总酱酱酱酱了 霸总差点当场气搭过去 自己这是被甩了吗 可是为什么会如此心痛 事情是由一盘鹅肝 引发的一场血案 小佣人被棒球 棍沦的肚子不舒服 霸总逼着小佣人吃鹅肝 结果小佣人差点吐霸总一脸 还是霸总扛着小佣人 及时赶到卫生间 已经吐到没力气的小佣人 虚弱的贪坐在冰凉的地上 霸总明明是又担心又心疼 可是嘴里说出来 却变成责备的话 你到底有多醛 哪个傻瓜会吃到吐为止 小佣人唯唯曲曲 只是因为太好吃了 所以不知不觉就 好不容易才吃到 这么珍贵的东西 还真是可惜了 现在我没事了主任 您快回去继续吃饭吧 我稍微休息一会再回去 霸总听完小佣人一番话后 原地爆炸 你暗的什么心 让我看到你把吃的都吐出来之后 再回去继续吃饭 就知道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去 霸总咱嘴帮子 能不能不这么有仇有名 明明是担心人家脸色差 又怕身体出什么问题 要陪着人家一起 何苦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呢 小佣人颤颤微微站起来 洗洗脸让自己清醒一下 无舌霸狗还在身后冷嘲热 你现在是连饭都吃不下了吗 吃饭对你来说这么难吗 小佣人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 这都怪谁啊 因为昨晚的事 我到现在胃都不舒服 什么也吃不下 主任您让我吃 我又无法拒绝 霸总当然不会乖乖承认错误 你是觉得我强行抱你 所以觉得难受吧 才会在我面前做出这样的行为 不过是419而已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像你一样矫情 小佣人说后悔和霸总419了 以后再不会和霸总发生任何交集 我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什么都不是 所以您不用担心 我先走了 当那个小佣人一脸伤心若目地 和他擦肩而过之时 霸总感觉自己就像被万仇之心 他搞不清这疼痛的感觉代表着什么 疼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我肯定是生病了 让小佣人更伤心的是 他发现自己竟然只是一个替身 宅底里的其他佣人 实在看不下去小佣人 整天魂不守舍的样子 把一份报纸递到小佣人面前 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想开点 不要被主人牵着鼻子走 这么多年各路名媛公子哥 冲着主人而来 没有一个人能得逞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像主人前女友 所以主人才会那样 小佣人此刻才真正明白 当初好心介绍他来这里工作的丹尼尔 那诡异的笑容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早点知道这一切 那样就不会有暴风雨夜的疯狂 对我温柔又亲切的原因 是因为想念玛丽亚吧 给我五千美金的工资 也是因为我长得像前女友 如果能早点知道主人是这样的人 我应该不会对他心动了 小佣人对自己的未来迷茫极了 突然一辆豪车在他脚边停下 十几天不见的花心大萝卜 闪亮亮的站在他面前 小佣人瞬间就被主人的美色迷惑住了 爸总的依据你看过报纸了吧 把小佣人吓了一跳的同时 也回过神来了 十天后出现的原因 就是为了报纸啊 我刚去把那个报社停刊了 世上再也不会有那家报社的名字 小佣人痛苦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和你的爱人吵得很像 小佣人得知自己是替身后 含泪向爸总道歉 对不起 我和您的爱人长得那么像 还总在您眼前晃来晃去 要是丹尼尔早告诉我的话 我是不会来这里工作的 爸总被气得轻轻爆起 哪个爱人 玛利亚吗 你以为我还惦记那个女人 何况她已经结婚了 再说你们哪里像了 还有那个报纸 你再好好看一遍 小佣人真的又认真的看了一遍 玛利亚小姐确实很漂亮 难道你想让我说她长得丑吗 爸总被气得脑人疼 你要傻到什么程度啊 报纸给我 用你的那双大眼睛再仔细看一遍 这是玛利亚吗 不是上面的照片 是下面这里的 这个不是你吗 你傻得连自己都不认识啊 小佣人被说得一脸猛 啥 我在哪 我是谁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爸总长喊一口气 应该是上次带你买衣服时候被拍的 我说过根本一点都不像 你比玛利亚更好看 爸总这撩人情况是张嘴就来了 把小佣人扫得大红脸 可是主人明明不喜欢我 为什么总是让我产生错觉 爸总也想不明白 自己故意避开她的这十天 虽然白天是见不到了 架不住天天晚上梦里 来疯狂地动摇她 比起梦里 真人更加的可爱漂亮 俩人面对面站的几分钟里 各自心里上演了 好几场恩爱情仇的大戏 还是小佣人先败下正 这眼神再看下去 自己又得迷失了 如果没别的是我先走了 刚想离开爸总又炸毛了 怒指小佣人 你那蟹足棒石膏 到底要带到什么时候 小佣人绿茶精附体了 刚坐进爸总的豪车内就开头 明总跟我在一起不好吧 那位跟我长得像的小姐会误会吧 又被拍照上了报纸怎么办 玛利亚小姐不会责怪我吧 不像我指挥心疼主任 爸总成功被点燃 说过八百遍了 你跟那个女人根本不像 被花边新闻给骗了 竟然敢把我写成和有父之父约会 你到底要傻到什么程度 小佣人一分钟都不想和这个大猪蹄子坐在一起 以后再也不会任你摆布了 到了医院立马道谢离他远远了 那个傲娇爸总竟然还偷看人家小佣人 根本就被迷得气昏八素了 还在那死鸭子嘴硬不承认 气鼓鼓的样子更可爱了 比梦里好看多了 爸总觉得自己又犯病了 无可救药了 真是上火 到了医院后小佣人连忙道谢 然后撒鸭子就要逃走 爸总伸手就要把人拉回来 却突然听见不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 绯闻女主角玛丽亚闪亮登场 你怎么来医院了呀 诶 舒尔伯特 那个人是谁 小佣人带了整整一对月的蟹足棒终于拆掉 本应该高兴到他 却总是会想主人遇到前女友后会做些什么的 本人比照片漂亮好多 光台夺目的 不愧是主人看上的女人 虽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看起来是如此的美丽高雅 这样耀眼的人竟然被拿来跟我做比较 主人怕不是真的疯了 不不不 自己才是真的疯了 小佣人内心戏太足了 院长跟他说话完全没听进去 院长也是怪上火的 总发呆走神所以才会经常受伤的吧 话说你主人哪 我给他打电话 小佣人刚想落荒而逃 就被院长喊住 你等等 他在医院门口 我陪你一起过去找他 小佣人被爸总前女友调性了 热乎乎的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被爸总带去拆卸足棒的小佣人 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的和绯闻女主角相遇了 院长老头看热闹不嫌事大 你们俩长得这么像 快互相介绍一下 小佣人尴尬不失礼貌地伸出手 您好我是约翰 玛丽亚看着那脏兮兮的小手 只是回了个尴尬的笑 很高兴见到你 小佣人自尊心有丢丢受伤 果然应该逃走的 爸总刚一个小眼刀给前女友丢过去 就被院长小老头叫去谈谈医院赞助的事 临走前让小佣人上车等她 可是这块被人盯穿的眼神 肝尬到抠脚趾的气氛 让小佣人如坐针毡 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更要命的还在后边呢 舒尔伯特会贴贴吧 玛丽亚的一句话如晴天霹雳 一下把小佣人劈傻了 一个名门贵女怎么能若无其事说出这种话呢 主要她是怎么知道 难道她会看向 哟哟哟 我只是随便试探一下 看你这大轰脸 看来是真的做过了 你是不是觉得贴贴的时候 她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又体贴又温柔 其他时候总是像陌生人一样冰冷 小佣人脑海闪回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 虽然好像真的跟她说的一样 但可是我不是我没有 玛丽亚小姐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只是因为你的处境和我很像 跟我长得一样的男人在重蹈我的经历 如果你被百步抛弃伤心的话 不知为何我也会有种难过的感觉 不过她长得帅有实力 没几个人能抵抗得住 但是她是不会喜欢任何人的 她只爱她自己 本霸总再回来 就收获一只心事重重 委屈巴巴的小佣人 小佣人她终于回归了 可是小佣人好伤心等待 自己就是霸总前女友的高仿板 自己肯定是被当做前女友的替身了 但还是强忍伤心询问霸总 您不喜欢玛丽亚小姐吗 听说你们交往三年 霸总一副冷酷无情嘴脸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她应该知道 心里却想 这小佣人不会觉得自己被当替身了吧 本霸总才没有那种低级趣味 可是长嘴不会说的霸总 把小佣人的心伤透了 果然和玛丽亚说的一样 主人她是不会爱上别人的 我又在期待什么呢 再喜欢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于是下车后 便主动跟霸总告别 这段时间非常感谢您的照顾 以后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霸总小心肝一颤 这话说的好像马上就要离开一样 小佣人表示自己手臂已经恢复好了 我得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 霸总心里从来就没想让人离开 小佣人只想离开 躲到他看不到的地方 即使心里难受的一批 可是嘴巴却只蹦出伤人的话 爱而不得的小佣人 只想和弟弟过着平凡又温馨的生活 想弟弟弟道 小可爱欢快地朝小佣人飞奔过来 在哥哥怀里使劲地撒娇 也因为可爱的弟弟暂时安抚小佣人 那伤痕累累的心 并向管家道谢 感谢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照顾弟弟 也照顾了生病的他 现在他已经痊愈了 也是时候该回到原来的岗位 管家瞥了一眼浑身低气压的霸总 只能叹了口气答应 既然这样那就像主人致谢吧 可傲娇霸总却是一副冷酷无情脸 行了 赶快回你的肮脏的窝棚里去吧 公爵大人 真是活该你没媳妇啊 无期徒刑送给你了 一有伯爵带着他的小佣人又返场了 但是谁家正经好伯爵半夜蹲草丛啊 上集说到小佣人被霸总无情丢回小草屋 眼前一切依旧停留在派对之时 看来派对后就没人来过 到处都乱七八糟的 食物都腐烂了 屋子里到处都是蜘蛛啊 看着那夜主人丢在地上的衣服 小佣人脑海中迅速闪回 当时的主人好像真的爱我那般对待我 也许是因为气氛到了 才让我如此心中不已 也因为你谁都不爱的事实而痛苦 这一切都将成为回忆 我好像正在经历失恋 还好有弟弟陪伴 突然听到弟弟痛苦的物业声 哥哥 我好痛 小可爱快烧成煮熟的小螃蟹了 当年妈妈就是突发高烧 然后就丢下我们离开了 小佣人集成热锅上的蚂蚁 就连对讲机也无人接听 吃了退烧药的小可爱 依旧浑身滚烫 不能这样等下去 他要救他唯一的亲人 哥哥一定会救你 小佣人背上弟弟 快速地朝主宅方向狂奔去 黑暗中霸总好像看见一个残影 从面前闪过 这大半夜的那个小佣人又做啥妖呢 可是咱堂堂伯爵大人啊 您这三更半夜 蹲在人家小狗窝门口的草丛中干嘛呢 小可爱弟弟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他会是一个超级称职小助攻的 霸总你不懂爱 媳妇的眼泪就掉下来 没有外界的阻碍 霸总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阻碍 上一集大家都好奇霸总 为什么大半夜去小佣人门外蹲坑 原因竟是做梦 没有梦到小佣人 霸总心里慌得一批 这是遇见小佣人以来第一次梦里没有他 为什么没有梦到 难道是因为那家伙说的以后 应该都不会见面了吗 霸总内心刺痛 好像被人扼住命运的喉咙一样呼吸困难 可是他依旧住在府邸里 坐车十分钟就能见到的距离 就是没有见面的理由 弟弟三年没回家一点不惦记 小佣人一天不见 怎么就不安得快要疯了 堂堂霸总也不能总以迷路为借口见面 这种似曾相识 却又仿佛从未经历过的感觉究竟是什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于是霸总为了弄明白自己的心 半夜爬起来去小佣人家门外蹲坑 结果就遇到哭成泪人 背着弟弟狂蹲的小佣人 霸总心疼地叫住对方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小佣人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主人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在这里 霸总拿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因为太想他了 不等霸总解释小佣人再次开口 我现在得带弟弟去医院 主人如果不紧急的话 等我回来再说可以吗 霸总一听又发脾气了 大半夜你要跑去哪里 火完就后悔道歉 我不是我没有 弟弟到底怎么了 我可以帮忙吧 小佣人哭得更厉害了 弟弟一直高烧不退 我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霸总急忙拉住又要飞奔的小佣人 结果小佣人当场发飙 对着霸总激动地大喊 放手 我现在很忙 没空和你聊天 霸总想小佣人想着睡不着 三更半夜去蹲墙脚 偶遇小舅子生病 被小佣人骂了也要亲自把人送医院 检查室外小佣人缩成一团 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言不发 霸总看得又心疼又着急 这可怜巴巴的样子 就像失去主人的小狗 好好的椅子不坐非要蹲在地上 刚才都抖成筛子了 看来是吓得不轻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什么都不做 霸总拍开身边的座位 你过来坐会儿 眼泪像不要前世的往外引 把自己抱得更紧了 弟弟要是像妈妈一样突然死掉了怎么办 如果连唯一的亲人都死了 这个世上真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求求了谁来帮帮我 请不要强抖我的弟弟 霸总起身走到小佣人身旁 一把将人拉进自己怀里安慰 小佣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抱着霸总嚎啕大哭起来 霸总心疼地拍拍怀里的小佣人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如此坚强的人 还是第一次看他哭得像个孩子 才刚刚二十岁 在别人还在拿着父母给的零用钱出去玩了的年纪 他却要照顾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弟弟 守着快要倒他的小木屋努力工作 应该都是为养活年幼的弟弟吧 这么柔弱瘦小的身体 得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呀 这种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 所以才会深夜独自在森林里奔跑 甚至连放声大哭都不敢 一直忍着的傻小子 我想给你更多的拥抱 我的天啊 我们霸总这是真的想开了吗 下集会主动告白吗 好期待哦 老佣人类流成河 霸总的心血流成河 霸总除了长嘴不会说 脸臭点嘴硬点 腿长点脸俊点有钱点 也没啥大缺点 冷心冷情地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感受到心疼得快要发疯的感觉 你以为今天霸总终于知道有嘴说出来了 怎么可能 那都是他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 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捧着人家的脸光看 就是不说话是要干嘛 还是小庸人先还活 吓得再次离活 我这是抱着谁阴阴阴呢 慌忙推开霸总道歉 对不起主人 刚刚我失去理智 太担心弟弟了 万一弟弟出事了怎么办 说着又控制不住的躺眼泪 霸总这个老狐狸 是越看越喜欢 越闻越香甜 离了个大谱 小庸人这事变小眉该了吗 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下一秒 霸总迫不及待将人 壁咚咪咪咪 霸总啊 这是医院大厅二位 能不能不这么欺负可怜的小庸人 还想继续第二场的俩人 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 菲利普的监护人 检查结果出来了 好消息好消息 霸总和小庸人又返场了 弟弟小可怜他没事了 医生诊断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了 小庸人紧紧地抱着弟弟 心总算放进肚子里了 前一秒 还是火星撞地球的俩人 此时正相对无言地坐在车上 小庸人觉得自己 应该先表达对主人的感谢 没有他的帮忙 也不会这么快赶到医院 可是霸总那冷落冰霜的臭灵 再次浇灭了小庸人 心中腾起的小火苗 什么意思啊 长得帅了不起啊 骑着马像王子一样登场 总是向我伸出援手 对我笑 靠近我 却又在我心动之时 冷冰冰地推开我 然后又像没事人一样亲近我 在我伤心难过时候安慰我 根本分不清 哪个是真正的主人 不想再因为期待 而受伤的小庸人 武足勇气 向霸总提问 主人 刚当在医院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对您也许只是个失误 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但请以后不要这样了 情商为负数的霸总 竟然问出了为什么不可以 小庸人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这还用问吗 如果您经常这样的 霸总竟然还是个 记仇的小气包 上级一直冷脸的原因 终于找到了 医生的喊声 打断了他的抱抱和case 小庸人一着急 推开他跑去诊室看弟弟 好家伙 霸总就不高兴了 在那么关键的时刻 那么用力地推开我 我在他心里啥都不是啊 虽然情况特殊也能理解 但是又不是第一次case 就那么急迫又讨厌嘛 霸总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不应该无缘无故 对小庸人甩冷脸 但是极度使他面目全非 又因为小庸人一句又一句谢谢 而不受控制的爆发 这明显是要 划清界限的样子嘛 急急忙忙就要回他的小窝棚 现在又说不要总是 突然的case他 怕他会误会 误会什么呀 小庸人又偷偷瞥一眼 霸总愣的开口 主人不是不喜欢我吗 霸总可不高兴了 明明是你讨厌我好吧 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 我真是服了这两个老六 霸总又开始了 要是他回答是我该怎么办 万万没想到 霸总他竟然第一次感觉到心跳加速 小路乱撞的感觉 可是又找打的开口 喜欢我那你刚刚还那么用力的推开我 小庸人也真的是心累了 都表白了还这样 看来是真的不在乎我 霸总却步步紧逼 是因为在医院 还是因为孩子生病 那现在你还想找什么借口 是弟弟在睡觉 还是有司机在 霸总把隔音帘一拉 嘴角露出邪魅一笑 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霸总你住嘴 我们可爱的菲利普弟弟还在睡觉啊 今天的霸总是你从未见过的霸总 霸道强硬又温柔体贴迷死人 又猴急猴急的不像的人 霸总过分了 菲利普弟弟还在场了 不得不夸这一集尊多很甜啊 就是霸总开始有点怂 怕自己主动再次被推开 长嘴光说不练 到最后还是小庸人主动揪咪了上去 霸总竟然还嫌弃人家太笨重 但可是就这笨重的方法 已经将霸总迷得神魂颠倒了 最后霸总小课堂开课了 老司机现场上课指导 现场检查作业 车还没到家 就迫不及待给管家打电话 有急事速到大门口 管家看到霸总 拉着满脸通红的小庸人下车 整个人都惊呆了 约翰不是回小木屋了吗 为什么会在主人的车上 霸总直接将弟弟塞进管家怀里 什么都别说也别问 你照顾好那孩子就可以 接着就猴急猴急的拉着小庸人 连跑带颠的上楼去了 房门还没关上 霸总他就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高贵又高傲的伯爵大人 第一次低头单膝跪下服务一个小庸人 还如此甘之如疑 露出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满足又幸福又能迷死人的微笑 小庸人受宠落惊 直接吓个半死 但是今天的霸总超级无敌温柔 别怕 我们慢慢来 霸总和他的小庸人手拉手回归了 必须先夸夸我们金肉伯爵大人 万万想不到高高在上的他 也喜欢吃棒棒冰 小庸人真的是受宠落惊啊 真的是太刺激了 吃过大餐后素了几斤的霸总 那可真是了不得 啥也别说了 埋头干饭就完了 不得不说伯爵大人的牙齿是真的奇整啊 小庸人一整个傻掉 满脑子都是炸开的烟花 根本都记不得烟花炸开了多少回 最后幸福到不省人事 等在睁开眼的时候 头疼腰疼浑身疼 小庸人从这项被车碾过的感觉判定 昨晚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 就是好像和上次一样 主人还是把他当成工具人 正失落的小庸人 突然发现床头柜上有张纸条 莫名的心跳加速 这一看不要紧 整个人又变成了红苹果 难道主人他真的喜欢我吗 门外突然传来管家的声音 随后房门被打开 一个小肉蛋冲了进来 小庸人高兴地将弟弟抱进怀里 摸摸这儿看在哪 问问小可爱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看着兄弟俩亲密无间的互动 管家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长相也就那样 似乎随处可见 伯爵大人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今天早上临走还特意嘱咐 让约翰住在他卧室 乖乖等他回来 再也不许回那个小窝棚 等我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要拆了奶 大总带着小庸人 迫不及待地吃了一顿大餐 然后就给我们上演小庸人 和他的落跑罢毒 早起看不到人的小庸人 失落满满 当看到主人留下的纸条后 立刻心跳加速 从管家口中得知主人 不让他回窝棚 已经是惊讶不已 那我该去哪里 可以去之前住过的薰衣草馆吗 管家重重地摇了摇头 不行的 伯爵大人特意交代 你就留在主人的卧室里休息 小庸人顿时惊掉了下巴 就在这里吗 让我在这种地方休息 到底是为什么 坐立不安的小庸人 跟管家要了爸总的电话 准备和主人沟通一下 去别的地方住 电话拨通的那一刻 小庸人完全不知道 主人会不会因为 这通电话而生气 就听见里面传来那 低沉又雌性的声音 结结巴巴地说道 主人 是我 请问您什么时候回来 听说您让我留在这里 可是这卧室 对我来说太奢华了 爸总果然又不高兴了 说什么蠢话呢 你就这么穷酸吗 那你就负责打扫房间吧 小庸人一听有活干 立刻眼睛一亮 说了句 请您快点回来就挂了电话 只敢在心里说了句 我想你了 舒尔伯特 然而卧室干净到 根本不用他 闲不下来的小庸人 决定下楼找点活干 偶遇之前的园丁 大家非常关心 小庸人是不是被伯爵强迫了 主人也真是的 长得再怎么像前女友 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来啊 小庸人却激动地解释 他说我们截然不同 一点也不像的 可是对方一句 他有说过喜欢你妈 彻底把小庸人刺激到了 说好了三四天就回来的人 人不但没回来 电话也没有一个 于是一直沉浸在 不安和焦虑中的 小庸人鼓起勇气 决定打个电话问清楚 然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小庸人耿在喉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寂静的电话中 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 传了过来 舒尔 不能在这里接电话啊 是不好了 流浪小叔子 看到小庸人嫂子身上的印记 决定带着嫂子和孩子 一起去浪迹天涯了 上级说到小庸人 寻找他的落跑霸总 竟然在电话里 听到了前女友的声音 还说自己现在不方便 急急忙忙挂断电话 小庸人傻老婆等汉子 等了六天 也没等到霸总的回话 看着金碧辉煌的卧室 想着威武雄壮的霸总 不禁羞红了小脸蛋 嘴里念叨着我好想你 你怎么还不回来 菲利普突然哭着进来找哥哥 小可爱哭得一抽一抽的咕弄着 哥哥不是傻瓜 我的哥哥不是傻瓜 小庸人一听便知道 傻孩子肯定是听到 庭院里人的议论 好容易把菲利普安慰睡下 小庸人决定再次 主动给霸总打个电话 结果根本打不通 心如死灰的小庸人 决定就此离开 却被突然的开门声惊吓到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男人不禁掐了一把 自己的脸说了句 不是玛利亚 下一秒就想起来 对面站的人是谁了 约翰你过得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 在我哥的卧室呢 小庸人情不自禁地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看着委屈的约翰 再看看约翰身上的痕迹 男人真是上老火了 我的哥呀 你是禽兽吗 小庸妻竟然被自己 亲弟弟拐跑了 金肉伯爵气的青筋 都要飞出太平洋味 分分钟要上演 手足相残大戏 消失两级的霸总 终于神采意地回来了 饭都等不及吃 就要先去找他的小庸人 结果卧室花园找个遍 连个小庸人的影子也没找到 老管家发现 小庸人不但人不见了 行李也不见了 更没有人见到过小庸人 连监控录像里 也没有小庸人的身影 人就这样突然就凭空消失了 霸总清惊爆起 一下子就想到 自己那个大渊种弟弟 面对霸总的质问大渊种 还在那装傻冲愣 霸总表示还装 再装就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 大渊种秒损 是他想离开 我只是开车送他而已 反倒是大哥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坏事 这么急着找他 是他偷了什么东西吗 如果是那样 我来替他赔偿 一席话彻底把霸总惹炸毛 你再敢敢 以这种轻易的态度 袒护他 我就杀了你 大渊种误瞪狗呆 你真是我亲大哥呀 原来霸总消失了这两集 并不是私会前女友 也不是想做个落跑霸总 是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感情 小庸人的每一次哭泣 每一个微笑 一句我不讨厌你反而喜欢 差点让他的心脏 从胸膛跃出 他没办法不承认 他已经深爱上了 这个平凡的小庸人 可是新的烦恼又来了 怎样才能让小庸人 也对他着迷呢 宋宝师肯定被嫌弃 送房子那家伙 不喜欢跟我一起住 铁定会分分钟搬走 不想和小庸人分开生活 于是天刚亮 就把没睡醒的菲利普 叫醒问小庸人想什么 结果当然没有收获 后来还是在园丁口中得知 小庸人一直念念 不忘花钱 也买不到的东西什么了 于是霸总等不及 和小庸人说句道别 就踏上了他的 霸总的媳妇 被亲弟弟拐跑了 无所不能的 他终于体验到失去的滋味 只因爱你在心口难开 想送个让媳妇开心的礼物 前一天晚上 刚将人吃干抹尽 第二天一句话不说就完消失 面对小庸人的误会 他不但没有好好解释 还把前女友牵扯进来 真是活该你没媳妇 不得不说 霸总为了讨媳妇欢心 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在前女友的鼎力帮忙下 终于找到小庸人父母 被偷走的遗物 霸总高兴的嘴巴 都瘾到后脑勺了 想着小庸人看到后 喜极而泣的样子 就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万万想不到媳妇他 竟然带球跑了 霸总有生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 上一秒还兴奋跳动的心脏 一下就戛然而止人 差点嘎掉了 小庸人在小叔子的 帮助下逃离后 在酒店找到了一份 扫厕所的工作 看着镜中的自己 恍如隔世 上次也是在这里遇到 和霸总长得很像的小叔子 眨个眼的功夫镜中 突然冒出那个 高大俊朗的身影 拼命逃出来 就为了在这里工作 小庸人又惊又喜地 看着眼前人 傲娇嘴硬某某人 心里明明小兔乱撞 却阴沉着一张脸 将礼物丢给小庸人 小庸人不可思议地 看着失而复得的父母遗物 激动地询问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具在你闻所未闻的 神秘地方买来的 世上就没有用钱 买不到的东西 又把小庸人伤到了 拜托别再让我误会 两个月也该玩够了 我真是服了霸总这个老六 他不但没有解释 竟然给酒店打电话 马上解雇卫生间的清洁工 小庸人连父母的遗物都不要了 全部目摔到霸总身上 又狠狠地踹了一脚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好吧 到手的媳妇又丢了 叫霸总语中咆哮表白 终于俘获小庸人芳心 要说比谁嘴最硬 公爵大人他真从来没输过 明明心里爱得死去活来 还气死媳妇不偿命 看见小庸人伤心愤怒离去 才终于又傻眼了 也顾不上身份不身份地 冒着狂风暴雨追了出去 拦住想要再次抛弃他的小庸人 开启霸总是咆哮表白 谁准你放弃的 趁我为你准备礼物就跟人跑了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吗 难道都是在骗我吗 这么久你都看不出我的真心吗 小庸人好伤心 是你先离开我了 刚吃干抹镜这玩笑诗 说三四天回来 结果一个礼拜都不回来 我一个人一直在等 就算所有人都怜悯地看着我议论着我 这些都可以忍受 你却一直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 霸总终于长嘴解释了 为了寻找你父母的遗物 一直徘徊在连手机都无法使用的地下市场里 所以错过了你的电话 可我赶回来的时候你却不见了 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 所以拜托你不要走 我爱你约翰 小庸人终于伸出手委屈地抱住眼前人 为什么才回来 说好的很快的呢 我好想你啊 比起遗物我更需要你 霸总也一脸娇羞地抱怨 比起厕所清洁工我更需要的是爱人 你个小傻瓜 我真是被你折腾得够巧 不等霸总抱怨完 小庸人主动捧起对方的脸 给了一个甜蜜又深情的kiss 大庭广众之下狂风暴雨之中 紧紧相依偎的他们 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甜蜜与温度 霸总和他的小庸人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完结了 一起期待外传的豪车吧